咱们现在距离中国冷鸡村还有500米 咱们去露克露克瞅瞅 走 咱们去露克露克 40多多你还能出屋吗 一样 你就是多穿的 但是它就一天达到那个温度 它基本上不会好几天 不是说是一直那么冷 不会 然后你的眉毛上啊 什么这个头发上啊 帽子上啊 全都是霜 就是一进屋 你要戴眼镜 那就啥也看不见了 那我是不是来早了 对 又咋早 又咋早 但是也下雪了 看到镜里上有雪了吧 有了 那什么时候能达到那个程度 那得到 你要想到最冷啊 得达到 得山末以后 就是一月份左右 辣七辣八左右 不是暖冬的情况下 快过年了 对 但是要是暖冬的情况下 估计就达不到那个冷的温度 可以看看 可以参观一下 我们那个是大的看 我看 我们来了有点早了 晚了 不是来早了 刚才那个 冬季 要按冬季来说来早了 对啊 来冷冬季村不就要感受这个冷吗 你今天早上 你看外面冬的 外面冰还都有的吗 我看着有上冰 那个结冰了 结冰茬了 对啊 就像结冰茬了 对 非常非常冷的 这里 这里是干嘛的 菜窖 菜窖 储存大白菜的 储存那个 储存菜的 人能下去吗 人 能下去 那里边很大吗 不是很大 哦 这大炕 这也除了我们 白大熟客 这点盖子是某个 这要是冬天来的话 在这里住得特别舒服 那我们今天 今天就是有 有人他们在这就 就预定了嘛 嗯 他们也是定的今天嘛 往在这要 要体验 要玩嘛 下午 他们下午就到 这原来计划中午到 但是他下午到 他也是住啊 嗯 就这整一个 这村子一共有多少户 就我们六户人家 我看见这那么大一趟 那么大一趟 就六户人家 我家一个 这一趟都是我的 哎呀妈 那你们太有钱了 这房子这么大 太有钱了 对啊 你这这不得有 多少米 二百多 三十 整个四十四十五米吧 这就属于土豪了 你先在我们那边 一家就那么一小点 青岛 青岛啊 嗯 我们家的老房子 也没这么大 也就是有从 从这儿打过去 又那么大呗 一个房一个月 你家是山东什么地方 它青岛的 好多地方青岛 都上你那买房 这青岛还有一个危害 对对 买海景房嘛 你到我们这边 你看见有人了吗 全是森林有人吗 没有人 好你跑半天 也没见到一户人家 没有啊 我走了一路 都没看到人 老荒凉了 你吃的挺胖啊 哎呀我大老远来的 你不起来跟我打招呼啊 整一个村子一共就六户人家 哇天哪 比较遗憾 咱们来的有点早 没能感受到那种 就是眉毛都冻上了 头发都冻上的感觉 现在来冷鸡村确实有点早 没有看到那个特别漂亮的雪景 咱们继续下一站